抗日战场上杀敌的代价,打死一名日后军曹,早后屠村13人被杀。 昨天老兵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间谍侯木石本泉四郎落网内幕当年日本人为了就这个间谍,甚至还屠杀了一个村庄的百余人。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特别多,不要说在战场杀一个日本兵我们的军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算是一比一打个平手,但是日后最无览的手段就是报复他们不管怎么样。 只要自己死了人就必须找中国人来报复,所以当年的军队有多艰苦当时的老百姓有多么的无助,就不难想象了。 今天老兵要说的这件事,发生在辅顺县小东乡,大东周村日军侵战时期,大东周村有130户800多口人300余亩土地,以辅顺市只有25华里。 1932年9月8日上午,日后得到抗日义勇军,将要进攻辅顺的情报。 首备队派出左藤军草等13人骑兵侦察队赴郊区侦察,而就在同一时期抗日就国军李春润所部的丁文范,那凤九、行龙九等三支部队也大东周附近活动。 其中那凤九这支队伍六十多人潜伏在小东周,当天那凤九探之日后侦察小分队,在大东周村村长彭香武家吃午饭时便逮捕,队从小东周往大东周包抄。 双方在大东周村发生了战斗。 左藤侦察队遭到义勇军的袭击战死,一人伤拔人左藤军草受伤后,逃到孟家沟,又被抗日就国军击毙闻之左藤。 这杯茶盘踞在俯顺的日寇守备队长穿上精衣宝,跳如雷,立即率领五百多人围攻大东周村进行了所谓,以悲壮的精神讨伐匪贼的作战穿上精衣的部队一进村,就朝彭香武家梦吐过去,彭香武慌忙从后窗户跳了出去。 日本兵边追赶,边朝他开枪,并打掉了他的帽子,好在彭香武比较激进的,躲进一片高粮地里,最终躲过一劫这次围攻。 由于日寇主力部队的汽车在小,东周村耽误了点时间,大东周村民大都逃出了村子,虽然这样但被日寇杀死的人也不少日寇进来时, 当时正在家门口站着的唐恒铺,就被日后一次刀挑死。 大队日军进村后一无所得,就点火烧了房子,第二天,他们又派来侦探进行侦,查到了第三天,日后再次出动五百多人从唐立屯,狼屯两个方向,向大东周村铺来包围了整个村子, 接着就挨户放火烧房子全,村13名无辜百姓被杀13040户,人家520多间房屋,被烧的只剩下3栋11间,所有牲畜烧死的烧死,抢走的抢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